男人为突破商业封锁去找盟友 再次施展企业文化空手套白狼 非但拿到巨额好处 还让对手孤立无援 陆总等等 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另外你的影视作品 真能赚到米金吗 嗯 没必要骗你 劣质的影视作品 我也赚不到米金不是 只要利益足够大 商业盟友这种东西不存在 可陆飞诡计多端 我还是小心点好 口说无凭 我兼制的影视作品不少 能不能起数据 看完便可判断的大概 嗯 验片是应该的 给你免费试看五分钟作品介绍 不错的故事设定 赚上一笔不难 不知道拍了几集 两集 这只是其中一部电视剧 只要资金和设备到位 后面出片挺快的 要不要跟我合作 好 可以合作 但我们只能签秘密协议 让其他七家影视公司 知道会有大麻烦 行 我只看赚到的米金多少 其他事无所谓 不过我缺资金 还有人员设备 价值1.5亿米金左右 你要先给我 嗯 不合规矩吧 哪有刚合作就要好处的 设备齐全 出片速度就快 那样才能赚得更多 况且这不叫好处 准确地交共同投资 我已经出了剧本和部分设施 你也得表示一下 陆总真是个精明的商人 1.5亿米金不算太多 我出了 凯文不想错过嘴边肥肉 答应得十分爽快 接着两人商讨合作细则 当天签下秘密合作协议 老苗 协议收好 我们的影视剧有去除了 但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哦 陆总一出手 马上解决了困扰公司的难题 手段真是厉害 之前我都以为公司要破产了 面对八大影视公司封锁 我也觉得没什么办法 塞 塑料盟友罢了 唯有利益是永恒的 放出足够的好处 他们从内部瓦解 不过是时间问题 陆爷的心真大 可我们和华纳签的是秘密协议 不公开 没法瓦解几大公司联盟 不急 一步不来 华纳是个突破口 八公司联盟里有自己人 往后做事会方便很多 我们最大的对手是蒂斯尼 苏珊怂恿的八大公司联盟 我觉得重点该对付他 我早想对付他了 只是之前是多无暇孤导 如今我缓过气来 定让他付出惨痛代价 陆哥要先做他一顿吗 给他点颜色巧巧 省得以为我们好欺负 同意 没有打一顿解决不了的事 如果有 那就打两顿 哎呦 怎么匪气又上来了 一点艺术含量都没有 我是个商人 当然用文明的方式解决 是我唐突了 陆爷想怎么做 我全听你安排 省挖蒂斯尼的黑料 然后曝光 曝过一遍的也可以翻出来 重点是要有噱头 搅得他们永无宁日 蒂斯尼成立公司多年 黑料不少 挖些出来真不难 可曝虎公司有社团前科 我们的黑料更多 我也想到了 可那时赵虎做的事 跟我有毛关系 动了 让赵虎背锅 塑造陆爷良心企业家的形象 你正在改进公司不好的地方 全说到点上了 去做事吧 陆飞满一点头 现阶段能对付蒂斯尼的手段 唯有舆论施压 这让苏珊头疼不已 三天了 公司黑料满天飞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之前我觉得公办团队能解决 谁知道越描越黑 公司的澄清手段完全失效 愚蠢 自作聪明 对方挖得真深 把几十年前的事拿出来说 谁干的 有多家媒体在报道 观众们很喜欢看 我查到了消息源头 罪魁祸首是报虎公司 报虎陆飞 他是什么意思 好像自己的公司有多干净一样 还敢报光蒂斯尼黑料 我们也曝光他 报虎公司的确不干净 有几件事甚至涉嫌违法 可那时董事长是赵虎 脏水泼不到陆飞身上 再说 呃 有话一次性说完 别吞吞吐吐吐的 陆飞和赵虎是敌对关系 如今赵虎还在局子里接受调查 我们报报虎黑料 只会攻击赵虎 反而便宜了陆飞 好你个陆飞 什么都给我算计进去了 不报你黑料 蒂斯尼被动来打 报了 我报你对付敌人 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 嗯 的确挺为难 我已经找好报虎公司黑料 还报不报 报 管他针对倒水 总之是报虎公司 能影响到陆飞的生意就行 什么都不做 我没法给董事会交代 我找到的黑料很劲爆 够报虎公司喝一壶的 背后蒂斯尼动用一切资源 曝光报虎公司黑料 双方进行护黑舆论大战 不免牵扯到其他公司 倒是给吃瓜群众带来福祉 最近报的料好猛 我感觉天塌了 我看过一段苏珊的开会视频 她把我们比做韭菜 太过分了 还有几个公园内的主持人 黑料一堆 竟然没被辞退 说好纯真的童话故事呢 更恶心的是派影视作品选绝前 看起来是选女主 实则是选妃 恶心透顶 报虎公司也挺劳火 部分签约一人 是被人用枪逼着签约的 这不妥妥的犯罪吗 报虎公司的CEO陆飞 出来澄清了 说之前的董事长是赵虎 他对具体情况不清楚 但会主动承担相应损失赔偿 嗯 还算句人话 可是拿他人生命威胁 不能赔偿了事 你说的对 佛伯乐已经起诉赵虎 这下更热闹了 等着看结果吧 还有蒂斯尼和报虎争斗 他们爆料的内容 涉及其他公司 纽约娱乐圈已炸锅 陈仙打架 烦人遭殃 希望爆料一天比一天刺激 我们每天有瓜吃 最近瓜太多了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娱乐圈的折羞布迟早被先飞 这个不好说 我刚才吃到一瓜 说是陆飞和苏珊准备和谈了 哦 好一段时间没见了 你脸怎么有点黑 最近去海滩晒日光浴了吗 你的脸倒是挺白 去当小白脸绝对有前途 需要我帮你介绍渠道吗 不用 我腰不好 干不了体力活 咱们还是谈正事吧 你必须停下 对蒂斯尼的抹黑行为 并且对我公司道歉 附带赔偿一笔名誉损失费 我的要求跟你一样 今天的谈判还有必要吗 陆飞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知道此次大爆料 牵扯多少人进来吗 那些公司会把账算到你头上 处理不好 不会再有一个同行跟你合作